花蓮县紫五县文教慈善协会十多年来举办端午粽子发送的活动 今年除了花蓮市还扩大到吉安乡18个村 总共准备了16000份的粽子要分送给弱势家庭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感受到过节的温馨气氛 志工们一大早就准备馅料开始包粽子 大家分工合作 有人折纸盒 有人包粽子 有人分装粽子 有人负责发粽子 这是花蓮县紫五县文教慈善协会 每到端午节就会展开的发放爱心种的活动 今年植物县文教慈善协会 在这个端午节送种植爱心种的这个方面 我们今年扩大 比往年多了很多 今年我们总共是1600份 花蓮市的部分我们将赠送1100份 另外在吉安乡的部分18个村 我们也500份也要分送到吉安 扩大到吉安 我们每年资物县都有非常多的志工 会来帮忙协助我们包粽子的这个事情 那在这边一并感谢 那也感谢我们社会上的所有的爱心人士 对于资物县文教主义协会 赠送粽子这个举动非常的支持 那一年一年都有成长 那在这边也一并感谢 创会理事长江如林也感谢各界的支持和认同 让端午送爱心种的活动可以扩大照顾到吉安乡的民众 今年是我们植物县十几年来 再次同样在这个端午前夕办这个爱心肉粽 那今年因为还是疫情的当中 我们有部分是用冷冻的 那部分就是现场包 那我们有扩大到吉安乡 十八个村 我们希望把这个社会爱心人士的爱心 能够散播出去 那在这里要感谢所有的社会爱心人士的协助帮忙 让我们这次的活动很顺利 让我们能够把这个今天的这个爱心肉粽 能够很圆满的把它完成 那明天十九号 我们是下午在吉安乡的客家广场那里 继续发放十八村的村民 让所有的竞品家庭都能够感受到家节的愉快 也感受到有种子节的感觉 一千六百份的种子 每一盒有八颗 总共是一万两千八百颗的种子 分送给花莲市和吉安乡的弱势家庭 要让更多人能够感受到过期的温馨气氛 这里会幻市报道